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RENGIA 指南 今天我們要看的是來自於Cloud Vocal 匀聲的EVERSYNC 無線監聽系統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們來看的就是來自於Cloud Vocal 匀聲所推出的EVERSYNC 無線監聽系統 那我先講,這是我看過的功能最豐富的無線監聽系統 那我一一來為大家講解一下 好,那其實今天這個Cloud Vocal 匀聲是一家台灣製造、台灣設計的音訊品牌 那它的產品線除了今天這個無線監聽系統之外 也有一些專門為表演跟錄音所設計的無線麥克風系統 像他們有一款叫做 iSOLO 的麥克風 我就看過很多樂手老師使用 好,那究竟為什麼吉他手們或是說樂手們會需要一個無線監聽系統呢? 大家去看演唱會的時候就會看到樂手或是主唱 耳朵上就會帶著像這樣子的監聽耳機 那這個耳機就會插到我們的無線的接收器這一端 像我們在演出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會使用所謂的地板監聽系統 比如說吉他手前面那個就是給吉他手聽的 然後主唱前面是給主唱聽的 然後鼓手後面是給鼓手聽的 那像在這種地板監聽的系統當中呢 他們的聲音很容易互炸 比如說我就很常炸到主唱的聲音 然後鼓手的聲音也會往前面炸到主唱 所以舞台上面常常聲音很大聲 卻聽不清楚自己的聲音 然後還有再來呢 我們通常在使用地板監聽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沒有辦法移動 比如說我們走到舞台的另外一邊 我們就聽不到自己的吉他的聲音了 所以呢使用無線監聽系統 首先第一個就是可以讓我們聲音 在小音量的狀態下就可以聽得很清楚 我們所有的聲音都是經過耳機來聽的 所以也不會炸到別人 那再來呢使用無線監聽系統 還可以大幅減少我們在舞台上 feedback 的可能性 那接下來也可以提升演出的橋段的專業度 比如說我們可以在無線監聽裡面播一個 倒數的節拍器 然後呢時間一到 然後全部的人都一起進到副歌 就聽起來超帥的 然後再來呢 他也可以讓你的節拍更穩定 因為呢實際上在很大的舞台上面 你的監聽喇叭要傳到你的耳朵裡面 要一段時間 我曾經就有看過一個吉他手 他彈的時候就是整個大delay 所以呢使用無線監聽就可以避免這個狀況 不過呢通常在現場演出的系統當中呢 這種無線監聽系統通常是體積非常的龐大 而且還要做非常多的供電以及插線 而且還非常的貴 那今天這個Eversync的無線監聽系統呢 他的體積跟重量真的都是非常的小 而且呢還可以直接放在效果器盤上面來做一些搭配喔 那首先呢我先跟大家很快講一下他的規格 首先呢他使用的是5.8GHz的這個頻段 然後發射器跟接受器的距離呢可以到左右各30公尺 那總共呢有四個channel 所以你一台也可以對四台來做使用 然後再來呢他從這一顆走到這一顆 只要5毫秒非常非常的快 這樣子呢就可以分享給多個使用者來做監聽 而且呢在接受器上面還有一個非常酷的小巧思 那我們等一下一起來看看 那接下來呢我們看一下這台主機上面 非常非常豐富的輸入輸出 首先呢在右側這邊有一個input 1 那這邊呢可以查我們的比如說電吉他出來的聲音 那這邊呢還有一個input 2 那我就可以查比如說來自空台的訊號 或者是來自於電腦的program的訊號 那如果你覺得自己的輸出孔不夠的話呢 EverSync上面也有through跟diout喔 而且呢他還可以進入選單中來選你想要輸出的哪一個input 而且呢還可以有一個mute的靜音功能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呢 這一顆他就是專門為樂手所設計的 所以呢他可以在我們的效果器板上面無縫結合喔 比如說呢我在input 1這邊就可以查我音箱模擬效果器 或是綜合效果器輸出的聲音到我們的input 1 那input 2呢我就會查來自於空台的訊號 或是qmic或是program或是節拍器 這樣進來就可以更靈活的聽到自己想聽到的聲音 好所以像我現在呢就是吉他 然後接到我的效果器盤上面的破音 然後接到我的綜合效果器裡面 然後綜合效果器的輸出呢 我就接到這個ever sing 的input 1 然後聽起來會像是這樣子的聲音 音樂效果食用讃 Zither Harp 所以像这个讯号呢 就是从这个发射器送到这个接收器 那平常是别在腰后面的 然后呢 这个声音就会直接从我的耳机里面听到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好那现在呢 比如说我加了一个backing track 那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声音吧 好那 在接收器上面以前傳統的接收器往往只有插一個耳機的功能 但是這一台EVERSYNC的接收器在底下還有一個額外的音源輸入孔 所以像是鼓手就可以在他的那台上面插上節拍器到AUX IN裡面 然後就只有他聽的到節拍器的聲音 然後接下來在這台旁邊的USB充電孔 他同時還可以當作一個錄音介面的USB音訊輸出喔 所以你可以用一條USB線接到你的手機或者相機電腦 就可以直接來做LINE IN錄音 好那這邊做個總結 Cloud Vocal 匀聲推出的EVERSYNC的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豐富 除了有完善的監聽系統之外 他還加入了像是DI輸出以及很多AUX IN的功能 甚至還可以直接透過USB OUT來做錄音 是非常適用的 而且他可以非常完美的搭配效果器來做實用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你覺得這個EVERSYNC的無線監聽系統怎麼樣呢 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吧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有關於這顆的資訊的話 我也放在下方說明欄囉 那一樣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